你还记得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下载软件吗 在网络发展的早期 有几款下载软件几乎人人都知道 网络蚂蚁 网级快车 电驴 这些名字对于许多老网民来说 无疑承载着无数回忆和情怀 然而啊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 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工具 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近年来在市场上也涌现了不少新的下载软件 探望功能强大 而且各具特色 然而 这些新工具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会员体系和严格的线素策略 使得下载体验大打折扣 今天为你介绍一款下载神器 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 简称IDM 它不仅以其卓越的下载速度和高效的资源管理能力 赢得用户的广泛好评 还引起简洁易用的操作界面而备受青睐 IDM能让你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网速拉满 其实啊 网速拉满只是它的标配 下载视频 突破网盘限速 这些功能才是亮点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下面就从如何安装开始 深入浅出的告诉你这款软件的使用方法 视频的最后还会告诉大家如何利用脚本实现无线测试的方法 视频开始我们先进行一个对比 同样大小的文件 我们来看一看使用普通下载和使用IDM 开启32线程后的时间分别是多少 那我们就用阿里元的这个SentOS镜像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先用普通下载 大家可以看这里 居然要30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测试下IDM 测试之前我们先打开32线程 打开软件 点击下载 点击选项 然后点击连接 选项卡 把默认最大连接数改为32 然后点确定 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32个线程 同时在下载 速度慢慢飙升 预计时间为一分钟左右 这就是IDM独创的动态文件分割技术 下载IDM的软件 我们一定要去官网下载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绿色版 但是这些绿色版 大多数都是有木码 或者有后门程序的 这是IDM的官网地址 打开官网后 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下载 默认只有30天的适用时间 视频的最后会给大家分享一个脚本 可以让大家在30天后继续测试 下载软件后 我们一直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浏览器插件的安装 如果插件安装不成功 也不要紧 后面会介绍如何手动安装插件 安装软件后 我们还需要很多关键的设置 首先就是语言设置 如果刚刚安装完是英文的话 可以点击View 点击Language 然后选择中文即可 软件充其后 界面变为中文 然后就是下载路径的更改 主要是为了防止C盘的占用 如果你C盘足够大 也可以不改 点击下载 点选项 然后点击保存至选项卡 这里可以修改下载目录 及临时文件夹 IDM可以秀探到网页上的视频 如果某些网站秀探不到 还可以借助油猴插件进行下载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下载视频 我们可以打开某音 这里我们就随便找一个视频 大家看这里 视频的右上方出现下载该视频按钮 证明视频的地址已经被成功的秀探到 我们直接点击按钮 选择适合的文件大小进行下载 OK 下载完了 我们来播放一下 非常完美 有些视频网站 IDM秀探不到视频地址 就要配合油猴插件来下载了 我们也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 我们就以某站为例 大家打开油猴的官网 然后选择对应的浏览器 进行插件安装 然后我们去下载脚本 点击油猴插件 然后点击获取新脚本 然后点击油插 然后搜索我们需要安装的插件 视频下载 这里大家选择安装量最多的 点击进去 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打开某站 这里就用我自己的视频举例吧 打开视频后 点击这里的请求地址 然后点击下载视频 IDM的下载框就自动弹了出来 我们点击开始下载即可 速度也非常的快 我们来播放一下 OK 非常完美 配合油猴插件 还有很多花式玩法 例如突破网盘限速等等 这里就不为大家演示了 如果插件安装失败怎么办 这里我以Fairfox浏览器为例 点击右上角的扩展 然后点击管理扩展 在上方搜索IDM 我们点击对应的插件 然后点击安装即可 还有一个使用技巧 需要和大家分享下 在浏览某些网站的时候 有一些链接是PDF 我们不希望下载 而是需要在网站上直接阅读 或者说某些下载链接 不支持多线程下载 需要使用普通的下载方式进行下载 这里我们可以按住Ctrl键 然后点击链接 这样就可以临时接用IDM 当然具体的快捷键也是可以更改的 我们打开IDM后 然后点击下载 点击选项 点击常规 然后点击快捷键 这样我们就可以指定快捷键了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无线测试的脚本 我们打开GTOP 然后搜索IDM Activation Script 这是一个开源的脚本 下面有脚本的使用方法 脚本的具体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阅读 下面就来演示使用方法 我们打开Proshell 然后把执行的指令复制进去 按回车键运行 按回车键运行 然后按2 这里我们不要有任何操作 等它自己运行完毕 然后关闭窗口就可以了 使用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进行无线的测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这期视频 让你下载速度提升了200% 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